Manny,你的人是越来越漂亮 你的货是越来越普通啦 小博扎,这些还没卖 再放下去,黄花菜都要凉了 你看,前前后两三个月了 这是两座在一起的吗? 这怎么卖啊?开30 刚才那五块座头,有两块色跟硬一点 其他都比较软,不好搞 这个东西怎么还没卖出去啊? 你来买?我不要,它价格太高了 又来一片了,这一片卖多少? 开30了,他说以前给了10万多了 我不要,因为我已经买过一片了 这个蓝就是真正的蓝了,穷不够 你看,这真正的蓝了,原来是龙花商的 这怎么卖?开10万 你没有给过?开1万还没有 这几样那个是? 那个是你弟弟?旧的 你看,生意好,都开分店 要买来做茶壶的,这个好像价格有点高 这分是额料吗?应该是 应该是额料,这个品质也高 鉴定也是翡翠的,那这个怎么卖? 开50万,没有人给过? 给了10几万,这做出来也很漂亮 这个是成品压掉的吗?不是 就挖成这样子的?对,本来就这样 开6万,有人给过吗?没有 那我先来给好不好 有,列实在太多了,1万5 你问一下,这个呢?开4万 也是没给过?给到1万2 我怎么感觉这个是成品切掉的 这个应该是成品来的,成品切掉的是吧? 这个多少来的?1万5,我们说过的话 绝对认赞,就买它一点情敌 好多类,头疼,头疼 最近是什么情况?有没有很多成品 这个货主他说给过2万 给过2万是吧?1万5不能卖是吧? 行吧,那这个列好多 我相信我下次来的时候,我还会看到它 都摆到两尾 它这个品质还行,总有够 但是,货币比较多嘛 对,因为工钱下得比较重 开5万 老板,这个是不是烧红的?烧红的 诚信商家,给过价吗?没给过 但是它这个烧红的,它水不会很干的 这种细细的,可能是打了手肘的价 所以价格才会这么高 谢谢啊,这是味料吗? 有色这么好,那这个怎么卖? 还价6万,给过价吗? 给过2万 它原来也长这样子的 我以为味料切下去整块都是满色的 原来也有不满色的 这边的商家相对来说比较诚信 你问啥,他就告诉你是啥 像刚才我们问过一个 是不是额料他也说 然后是不是烧红也说 是不是味料也说 反正就说给你听,你爱买不买 诚信 哪个3万5,好灰啊这里 没什么种啊 给个3万5他也不买 可能他不缺钱 东西不错呢 Manny,你的人是越来越漂亮 你的货是越来越普通啊 好久没见了 对啊,你都没有什么好东西 你看,都是这些普通的 老板,这是什么料子 鵝料 鵝料,点片怎么卖? 1万8 这边的行家做生意就是诚实 是什么料子,是什么料子 它这个料子有没有皮的 那做出来会不会变啊 不会变啊 它肉好粗哦 嗯,真带产 没有做过,心里面没有底 谢谢啊 这多少钱? 3万8 有给过吗? 2万 不卖是吧? 是,稍微好一点,价格就来了 诶,这个呢? 15 15 比色值钱15啊 还是有棉哦 那这个2万不卖打算卖多少? 最低3万5 最低3万5,漂亮 诶,这打灯是蓝的 这边打灯是绿的 还有两种颜色在上面的 可以啊 这个蓝的有意思诶 这些都是味料 行情好不好 好是吧 那就好 打灯超级好看 先把这个